反正試出來是一個小的 對賽步比較有好 對 每到連假 滑東火車就是 擠 擠 擠 人潮篩爆 一票難求 尤其在春節 火車票往往都是秒殺 為了讓滑東鄉親 能夠順利回家 台鐵決定祭出鐵腕政策 以後連續假期 自強號不賣團體票 應該是會有效 OK 對 因為一直都量度很大 量度很大 速度快的普悠瑪號 泰魯閣或是自強號列車 在新制度裡 只要碰上連續三天以上假期 都只能個人訂票 只有舉光號開放團體票 從下個月開始上路 原本團體票額度有20% 在即將到來的冬午連假 統統沒有 預計每天將可釋出5000個座位 而在週休二日 也是將團體票比例 從25%降到20% 我認為效果不會很大 為什麼 該沒有差吧 一樣 我們都是上網買 還是買不到 可能會不會影響到自由巡 可是自由巡又不是團體 新政策端上桌 但到底有沒有用 民眾提出質疑 要是旅行社業者 以人頭方式 用外掛程式購買大量車票 不也是形成團客 跟一般民眾搶票的心情嗎 不是遊行的部分 我們有在這個區間 我們提供了三趟車 而這個三趟車的話 預定是當日早上6點 開始在窗頭預購 台鐵表示 以現行制度 任何人都能夠搶票 但要在熱門時段 買到那麼多票 可沒那麼容易 民眾可以放心 到底新措施 效果如何 端午節就能見真章 今天有吳彩薰 憲靈歡迎來到